今天来一个大鱿鱼教程啊 回到家大鱿鱼皮疤就可以了 皮疤特别新鲜回到家用水焯一下就成这样了 然后改一下花刀也可以清蒸也可以油泼 今天来个清蒸的啊 啊不对煮完之后就可以直接油泼了 就是下锅焯下水就这样就可以油泼了 然后我淋一点醋 淋点醋上去啊 然后来上一点酱油 有点味道 然后锅里烧点油 然后油设计来个油泼啊 自拉自拉抹油 这个又放了一点 稍微多了一斤 这个就这样了 回到家去完皮之后用凉水一焯 然后焯好之后直接拿出来 这样放点调料 就这样也可以直接这样吃了 哇塞 哇塞 回到家也可以红烧 也可以铁板 也可以爆炒 怎么做都好吃 你看这肉 特别新鲜这个鱿鱼 嗯 什么就这样放点醋放点酱油就行了 味道已经很好 很好 辣炒呀 红烧呀 铁板呀 烧烤呀 孩子孕妇都能吃 特别嫩 只是不泡吃 不泡吃 不泡吃不泡药 哇 这个好吃 这是皮 一样 真香 太重 咱们新鲜 够够弹弹的 我说辣丝 太过瘾 太过瘾了 我的